花蓮市公所举办2020小春生活来去菜奇亚活动 从多个面向呈现出传统菜市场的丰富性 而其中菜市讲堂最后一场就在中山市场举行 由花蓮县文化局局长吴敬毅担任主持人 邀请摊商还有消费者 共同来探讨市场未来走向 让传统市场在新世代中可以开辟新道路 民国76年新建的中山市场 堪称是花蓮市区内首屈一指的黄昏市场 不过26年前中山路递销道通车之后 就降低了民众购物的意愿 加上流动摊贩分食零售市场 让中山市场摊商的生意是每况愈下 为了活络产统市场 花蓮市公所举办2020小城生活来去菜市场活动 其中菜市讲座最终场就在中山市场举行 我们今年为了整个零售市场的 像振兴 其实也很难得我们文官所跟市场所两个单位来合作 希望说能够把一些新的文化带进市场来 然后也促进市场的活络 大家都知道中山市场这边 因为中山地下道的新建 所以这边有一点点没落的情况 那这几年其实公所也一直在努力 看能够把这些中山市场这边 再吸引更多的消费者能够进来 那过去也做了其实做了蛮多报告的 那今年是比较特别 就是两个单位利用文化的方式 希望把人给吸引进来 那今天当然也很高兴 我们能够邀请到我们新任的吴局长 来带领我们大家 同仁跟市场的摊山 大家一起来讨论说中山市场的 现在目前的现况 以及未来我们要如何去 让它能够重新再活络起来 蔡市讲座最终场是由花莲仙文化局的局长 吴敬毅担任主持人 引导民众摊山一起探讨中山市场所面临的问题 还有解决方法 市场是一个城市里头很重要的一个传统的空间 那大家不同的市场的摊位 有一种不同的人生在这里头具体而为的呈现 那不管是肉商海鲜跟各种的南北货 那它是一个城市里头传统里头非常活力的所在 那随着时间的改变 随着大家购物习惯的改变 那市场也会面临到 我们在现在这个时间点怎么去面对这个挑战 那市场的兴盛其实是一个 我觉得它是一个城市的灵魂 那所以我们跟公所一起来讨论这样的议题 带着这个市场里头的摊商 以及过去到现在会一直在生活中 来市场购物的民众们一起来思考这个问题 我觉得在这时间点 特别是在中山市场 在这个地点跟周边的民众而言 对于花莲市而言 它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 那我们希望大家一起来面对讨论这个议题 这样 参与的民众讨论热络 纷纷在海报上写下自己看到的问题 包括了难停车 流动摊贩太多 照明不足 标价不明 种类不多等等 而蔡市讲座所激发出的意见交流 也将作为施工所未来改善的参考依据 再次邀请到文化局长来当雨潭人 更希望传统市场的发展能够结合一文能量 创造独有特色 借旅会欢迎市报道